11月27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正陷入一片交集当中 原因是司令部与执行迂回穿插任务的113师已经失去了联系 按照战役设想 联军在被迎头攻击后将会急速向南撤退 穿插到敌后的113师将到达目的地三所里 担负其堵截溃退联军的任务 然而当所有电台的发报员都在拼命的搜索这支部队的行进信号的时候 回答他们的始终是沉默 其实在这个时候 这支深入敌后的部队正数次冲破小股敌人的阻拦 在黑夜里穿过山林与河流向这三所里狂奔而去 公元1950年11月28日 是激战中的朝鲜关键的一天 战后的60年里 各国战事学家都为这一天投入了大量的比目 广阔的战场上 敌我双方纵横穿插进退交错 彭德怀和梁青初在指挥部里 为战场失踪的1130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这支深入敌后的部队已经进到大同江边 离目的地还有三十多里 这时天已放量 美军的飞机开始在头顶上空飞来飞去 入朝作战以来 没有制空权的中国军队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一直是采取黑天行动白天隐蔽的策略 今天飞机一来了 不停就有引臂 这很影响前进所得 我就下了个命令 往后船 所有的部队 敌人飞机来了 不再引臂 取得伪装 快不前进 拉开距离快不前进 这就 过来没有事 对手果然上了大 天上的飞行员极有可能把这支毫无伪装的部队 当成了从德川撤退出来的南朝鲜军而置之不理 三所里的电影有一个包吻链在出草 这叫二鹰的前为连着展开攻击 一个都弄出就解决了 所以二鹰攻击这个电影 它团的助力就占领这个三所里北山 控制里有的地形 勾住共事 三所里是一个很小的小镇 但是它正好在公路边 旁边又有一些山地 便于依托来讲进行防御 因此志愿军这个38军打完德川之后 就迅速的穿插这个三所里 切断美国第九军长和平壤之间的联络 就在这时 北来增援和南下撤退的敌军先头 已经抵达三所里 被338团的前列部队 依着射击阻拦在洪湖山 后面的部队 一听说前面堵住了对手 许多战士 边跑边扔下迷袋子的爱身负担 一些人一边跑着一边固歇 有的人跑着跑着 就一头再来自己 再也切不来了 如果按照这个 按照军队这个正常的行军速度 一小时十华里 这是正常的这个行军 一小时如果是这个十五里的话 急行 一小时十八里 强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 那它是个战斗行军 那你跟这个行军一比较 因为中途还遇到敌人 你还得作战 这样是一面打 一面行进 最终 113师 以一夜行军一百四十五华里 在二十八日早清晨七点 比对手早五分钟 强占了游历阵地 关死了三所里的闸门 因为人家是高度激化 你是靠两条腿 说当时来讲 那真是这个 抢在敌人的前面 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动 好